我覺得有部分的人士 背離事實的批評 跟不倫不類的比喻 我們相當遺憾這種說法 事實上蔡總統上任以來 兩岸政策是一貫的堅定 堅定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現狀 我們始終遇到中共的壓力 我們不屈服 我們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 但是我們也不挑釁不冒進 這個是一個維持現狀 戰略穩定的一個作為 所以我們對相關人士的說法 我們不以為難 謝謝 兩岸關係未來何去何從 都在民進黨裡面之間 怎麼看法都不錯吧 我想 中國大陸 這個用政治的前提 以及用軍事威嚇 脅迫的手段 是台海區域最大不穩定的根源 我們也要呼籲 新一屆的中共的政權 能夠透過和平理性 用務實的方法來化解兩岸的分歧 新時代要有新思維 我們期待兩岸能夠 能夠良性互動 謝謝 海華XO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希望大家愛用喔